附身,无能天尊,小伙伴们好 这里是天使道的白山镇 来了来了,那个聚会做动画的影之刃系列 又带着新的拜年动画来了啊 当初最开始担心是手游 最后看见制作人声明是单机买断的小伙伴们 弹幕集一个盒 让我们把腥风血雨打在公屏上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2D到3D的PV转场特效 是一段龙年的拜年动画 是一款名为影之刃灵的国产武侠3A 单机买断游戏 聊正片之前 其实要先和大家聊一聊雨血这个IP 在成为一名游戏制作人之前 我对游戏的态度基本都是埋头爆肝 享受一个又一个故事 享受他们带给我的快乐 对游戏背后开发相关的故事嘛 我向来都是不了解的 于是当十几年前第一次玩到雨血一迷阵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梁奇威老师 一个人用RPG Maker独立做出来的游戏作品 当时的感觉只有七个字 黑暗经典 滴荡起伏 这里简单说一下RPG Maker 作为一款2D游戏的制作软件 它主打的标签是让不懂编程的制作者 也能通过它制作出游戏 同理作为入门级别的RPG制作软件 它的功能性十分有限 只能适应一些较为简单的游戏场景 尽管因为开发软件的粗糙 使得雨血一在画质上相对质朴 但其却因为古龙小说般的叙事风格 反派的高智商在线 诡异离奇的世界观 以及整体画面的灰暗苍凉感 一时成为国内甚至是国外RPG Maker 制作游戏中的标杆 随即而来的雨血2 夜城 雨血全传 世楼 更是将雨血IP知名度推向了顶峰 但至此之后迎来的却是漫长的成绩 所以看完拜年PV的我 不说老泪纵横吧 内心也确实是被触动了的 既然如此 那自然是要出一些视频解析 致敬一波 只是影之刃灵本就是在雨血系列的基础上 开发制作的新项目 要把这两分钟的PV讲透 必须先补充的是雨血系列的背景故事 所以提前声明 本视频有少量剧透 还请酌情观看 那么现在开始正片 按照故事的整体时间线来说 雨血系列已经发布的三部作品顺序为 雨血前传 但大概于14到16世纪 并且争气朋克 神秘学与武侠并存的一个名为 引进的世界中 这个世界里有一个组织 就叫组织 就像剑就叫做剑 它是引进里最有势力 却也最为神秘的组织 可杀人也可救人 一针一鞋不可琢磨 只要有钱 且不触犯组织规定的禁忌 人人都可以成为委托者 组织成员的身份 虽然对外秘而不宣 但在内部却有着森严的等级结构 整个组织由民主木天苗创立而成 民主之下设有七位民史 与民主共同构成组织的决策机关 在民主与民史之下 另有百余位人史 构成组织的中层干部 同时组织掌握了一项改造术 可将俘获后的武林高手 改造为任凭差遣的兵族鬼差 经过改造后的鬼差 早已没有人的面容 并被依照实力等级划分为 甲乙饼三等 构成整个组织中最为庞大的 基础战力系统 这样一支组织虽然隐匿在江湖之中 但论其影响力 完全可以阻到整个江湖的血雨腥风 尽管武林中的各大门派 都不知晓组织的细枝末节 甚至连组织的成员也从来都是秘密 但在名为未知的恐惧影响下 所有门派都不得不忌惮组织的存在 而与血雨系列和影之认灵的主角 便是出场时武功已然绝顶的当今高手 组织前民史之一的魂 从去年五月放出的PV信息来看 此时的魂寿命只剩下最后66天 因而不难推测出影之认的故事设置 应当是与血雨前传四楼之后 甚至可能包含了与血雨一二的部分剧情内容 拜年PV的主角魂与左伤是自晓一同流浪于市井街头的生死之交 魂善使刀 左伤善使剑 自相时起两人便时常一起比武切磋 且各自顿目自创出一套独门绝学 已在江湖中傍身行走 因为左伤误杀武林高手清风剑客 两人遭到正派人士的尾锥堵截 被恰巧路过的民主慕天表救下后 两人被民主收为一子 潜心培养训练 而两人也是不负民主所托 逐渐成长为武功能与其一较高下的顶级杀手 为组织安前马后开疆拓土 在合作解决四楼事件后 两人正式成为组织中最为年轻的民事 一时风头无两 组织地位除民主外 无粗其右 只是二人间大相径庭的性格 却也在冥冥之中为今后爆发的内乱埋下了祸根 相较于魂的忠肝一胆 左伤明显更善绸谋 经常出入民主内阁 与其共伤组织发展大势 两人虽一时相安无事 但在野心面前分道扬镳 却也成了既定的宿命 而悬鱼的出现便是这场巨变的导火索 悬鱼本是左伤觅而不宣的妻子 为了完成她的篡位宏图 不惜将妻子作为诱饵 安插为魂旗下的一名人使 为的就是在她爱上悬鱼之际 引她到民主闭关的山洞 利用她扰乱理智的情爱 杀死毫无防备且正在闭关中的民主 万万没想到 自己被所爱之人和生死之交联手背叛 这一出棋局可谓是一石二鸟 让魂名震言顺背上叛徒的名声 却也为左伤的篡位之路铺平了道路 穆天苗死后 左伤顺利成为了第二代民主 但他本可以利用民主的地位 顺理成章下令追杀叛徒 却在正式追杀之前 给了魂一次公平报仇的机会 两人相约决一死战 但因为实力在伯仲之间 终究落了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性命垂危之际 魂找到了先前在江湖结识的 诡异寻求救治 诡异称其因心脉受损 要真正存活下来 唯有在独心和弊心之法中 二选其意才可欲疗伤事 两种方法 看似只差一字 却是大相径庭的秘书 前者使用后虽可疗伤 但寿命也只剩66天 后者使用后 寿命虽不会有所折损 却也断绝了一切齐情六欲 而魂宁愿只活最后66天 也不想成为没有情感的行尸走肉 于是选择了独心之术 而寿命也迎来了最后的66天 不出意外的话 影之刃灵讲的 也就是以这66天 作为其实展开的故事了 讲到这里 了解了整个故事背景的小伙伴们 应该也就明白了 这次派一年PV里的画面内容 其实正是魂与左伤 在独心之术前 那一场公平 却也两败俱伤的决一死战 因此 我们就再把镜头拉回到PV画面 做进一步的内容解析 身负赤刃的白发刀客 行走在一场倾盆的血雨里 与周围的死记相同 刀客脸上蔓延过一种肃杀之气 因为他今日赴的是一场 无人之地里 只有生死的薄杀之举 而约他前来此处之人 显然也同样为了这场死斗 做好了准备 于是 两人从桥头拾击而上 气势攀升 一人复刀一人持剑 赫然对立 惊雷闪过 但奇怪的是 刀客并未随着雷声 骤然出刀 而是催动内力 先是销毁掉了手上的一笔木刀后 方才眼含怒火地 拔出血红的刀刃 与之对立 而剑客也同样默契地 将手上的木剑摧毁后 缓缓把剑相响 剑拔弩张之中 暴雨将至的大战 一触即发 但本应如这狂风骤雨般 快速交手的画面 却在水墨的意识流里 两人最初相遇的年少模样 原来木刀和木剑 是两人自幼时起 比武切磋常用的兵刃 而后虽然成为绝顶高手 他二人却从未 真刀实践地互相对比过 只将手中兵刃 对准共同的敌人 协同作战 短短十几秒的水墨画 便已经诉说尽了 两人生死相伴的戎马半身 以及反目成仇 暗算恩师的前因后果 木刀和木剑 象征着两人彼此的生死情谊 却也在今日成为一出 尤为彻底的鸽跑短意 至此 桥上有的 只有你死我活的杀意迸发 和夹杂在雨声中 二人已然同步的心跳 冰刃相接的电光火石里 剧情再度闪回到 水墨意识流的打斗之中 这一幕真的颇有 古龙先生的韵味 因为真正的生死搏杀 即使实力在伯仲之间 往往也会在电光火石间 分出胜负 而两人这番极观赏性 实用于一体的意识之间的战斗 既有英雄里无名对长空的意境 又有紫禁之巅上 叶孤城和西门吹雪 一战的决绝 甚至还有东迷剑游记里 灭天海和沙无声 九招分身死的意曲同工 只是 他们二人于意境中较量的结果 是剑客刺穿刀客的要害 刀客将剑客 劈成两半的同归于尽 结果已然明了 二人本营就此收手 但这是死斗 于是凝视对方顷客 二人将杀其注入冰刃 一招过后 画面却在此戛然而止 涂流一抹红月 化作滴落的雨血 以及在黑幕里闪过的 那句疑难 雨 你停了吗 随后 大幕拉开 赫然出现的 是影之刃灵 在PS5上的实际画面 我也是在那一瞬间 忽然明白了这个PV的含义 我想那些近乎出现了半个PV的水墨画 并非完全出自一种意识流 书写雨 血雨系列的小伙伴们 或许多少都清楚 水墨是雨 血雨在2D时代里 近乎被贯彻始终的美术花锋 它此刻不仅象征着两人的过去 也同样象征着雨 血雨这部IP的过去 二是雨 血雨停下 雨是否停下的疑难 在影之刃灵 成前起后的新开始 也有了答案 实际演示的画面里 直接展示出了 林游方的承诺和决心 人未进 雨未停 并且单击买断 短短20秒的实际视频里 攀爬立柱挥刀而下的动作 让我看到了利用环境作战的野心 而画面整体的流畅程度 以及水墨血液的剑气 虽然在5月的PV里也有了前瞻吧 但我还是要说上一句 影之刃灵牛逼 15年磨出来的剑 在2023年5月的 PlayStation的发布会上 以影之刃灵的形式重磅回归 只是这一次 退去了RPG Maker的青色 水墨2D国风的质朴 也不再是手游的形式 有了资金的影之刃灵脱胎换骨 成为一款追求3A品质的 国产买断制单机 这也是我开头被触动的原因 毕竟我们的一生 又有多少个15年呢 而15年间不忘初心 又有多少人呢 从名声雀起的国产单机之光 到影之刃23的褒贬不一 从2D到3D 从艺人制作到成立公司 这场血雨停了片刻 却又再次以影之刃灵的形式掀起 无人知道找回初心是多么困难 能够坚守阵地 又要经过多少心酸 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做国产动画和做国产游戏 最重要的就是先活着 活着再去积累 再去不断创作 而这一次的动画批为末尾 成绩2D画面转场而来的 甚至是影之刃里实打实的 实际画面 用这样一支拜年视频 作为新年小礼物 这样的安排 真的很有情怀和意义 那么就期待皮尾末尾 承诺的24年情炮 和实际试玩版本 掀起更大的腥风血雨吧 毕竟钓鱼的时候 你除了等还能做什么 总之相关内容 我会持续跟进的 如果各位小伙伴们 有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在单独出一期视频 聊一聊 《与血雨》系列的故事 毕竟这种反派 这张超级在线的佳作 真的很难得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附身无量天尊 希望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能在影之刃灵的消息里 再度相遇